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有23位成员的男团NCT 因为又要募集新的成员而引起了粉丝们的争议 首先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根据SN娱乐的定义 男团NCT最主要的特征是 无限开放以及无限扩张 成员没有上线 会按照歌曲的风格概念组成小分队进行活动 目前有NCT-Litch,NCT Dream,VisionV NCT一共一共,一共一粒等小分队 而昨天SN娱乐公布了 在全世界8个国家14个地区 募集NCT新成员的公告 2001年到2008年出生的男性 国籍武冠PokerRap Dance 最终通过的人会接受SM的培训 之后会以NCT成员出道 虽然粉丝们早已知道 NCT是有着随时有可能加入新成员的系统 但是募集新成员的消息 马上就引起了韩国粉丝们的愤怒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粉丝们愤怒的理由 2020年有两位新成员加入了NCT 这两位新成员分别是 桑签雪太郎 首先成员桑签出道后 以NCTU的KUSHIPSLOVE进行了两周的打歌活动 之后就再也没有参与任何NCT的主打歌 所以除了联盟颁奖也没有出现在其他舞台上 当时很多粉丝们都期待 等NCT2021出现的话 应该会有什么活动吧? 没有 虽然曾下有参与Beautiful歌曲 但是这首歌没有进行打歌活动 然后个人活动也是非常少 虽然之前有做过音乐节目的主持 但这也早已结束了 然后是成员Shotaro 以NCTU每个渔席进行了两周的打歌活动 也参与了年末颁奖典礼 然后在2021年 以NCTU Universe进行了一周的打歌活动 个人活动也是很少 总结一下就是 出道三年次的层参打歌活动两周 Shotaro三周 SM年已经出道的成员们都没有好好照顾 现在又要招新成员 所以粉丝们才会非常不高兴 在以NCT出道 也不会有新鲜感 也不会让人期待 新的成员会有多少粉丝接受呢? 直接出新团不更好 这最终不就是只想留下NCT这个名字 成员们就像零件一样更换的体质吗? 还有没有固定分队的成员们 先安排他们活动吧 NCT开始大发的时期 不也是从有了固定分队开始吗? 没有一个人喜欢无线扩张 层叹如果以一般男团出道的话 应该就是颜值席位成员了 然后也有这样的反应 我现在真的只是能傻笑 层叹Shotaro现在在这样 有谁会想起来呢? 18SM 然后不是粉丝的人 不要再说体质怎么样 系统怎么样 我们粉丝们还是有幸福的在追他们 所以不要假装担心来抹黑 对于NCT募集新成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6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Pentagon 29位Highlight 28位Golden Child 27位Infinite 24位Infinite Dimite 24位F Billie 27位Saipo 26位I'm Enaipko 22位Infinite 27位ZいP tähän 21位 ATG 20位 101 19位 2PM 18位 FIX 17位 NUIST 16位 K7 15位 TREGOR 14位 STREAK KIDS 13位 WINNER 12位 SHINEE 11位 SUPER JUNIOR 10位 BTOB 20位 20位 TUROR BY TOGETHER 8位 THOBOIZ 20位 ASTRO 20位 MUNSTERX 四 五位 INCITY 四位 BIG BANG 三位 EXO 二位 SEVENTEEN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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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南傳一位是旁灘村正丹 最多相關關鍵詞是公開訪問出演 Proof for ARMY白宮 正負評分析結果正面評價占94.33%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首歌 二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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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 二位 三位 三位 四位 , 세位 给呢 哦哇哦 哦哇